警方今天宣布偵破8月13號凌晨在本霞金錢爆酒店前發生的持刀殺人案 那警方今天在昨日的下午5點左右在板橋查獲這位蔡慶的嫌犯 蔡慶嫌犯公稱當日是因為酒後起了口角衝突 那在持自己本身持有的折疊刀然後殺害了這位被害人 那隨後馬上就坐計程車逃離到台北 那警方經過這兩日多的偵查60個小時的偵查 得知到他總共換了4部車5個藏匿的處所 那除了警方除了逮捕這位殺人的嫌犯之外 另外也逮捕了5位藏匿人犯的同伙 那本案會在今日下午以殺人罪及藏匿人犯罪 來移送財通地錢處偵辦